这就是我家了 没什么好看的 哇哦 终于来到爱莲的闺房了 让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私人物品 达妹 停止你危险的想法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难道你会读新书吗 因为你刚才的表情 很恶心 我其实是在想 这个大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哦 那些都是我平时吃的棒棒糖 那我能吃一个吗 不行 而且 我已经吃过了 你肯定不会 我肯定不嫌弃 那这样你也不嫌弃 当然不嫌弃了 呃 这啥啊 贝娜特意给我准备的口味 哦对了 我最讨厌浪费食物的人了 我相信 你肯定会吃完的对吧 我突然想起来 我哥今天上二胎 我得回去给他接生 先走了